被合伙人踢出局 他却毅然开启奥迪式创业 回家创业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是4月23号那天晚上逼出来的 从零开始到产品远销73个国家和地区 他如何开启全球化之路 现在我们的设备 我们的技艺海绵的产品都是世界第一 实名举报供应商垄断 他被称为A股最韧性董事长 我要做皇帝新装里面的那个小孩 产品里面屡遭质疑 他如何一一破解 我领口把公司关了 我也不会做一张印创的 中国经营者专访孟百合家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倪章根精彩不容错过 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是刘燕 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 他在创业初期就坚定了全球化发展的路线 他的产品呢远销73个国家和地区 是亚洲最大的记忆棉生产企业 也是国内第一家记忆棉生产上市公司 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 孟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倪章根先生 欢迎倪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孟百合 倪章根 倪章根 孟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 南通横康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复旦大学EMBA 2003年创办孟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创建自主品牌 M.Lily孟百合 产品远销73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记忆棉生产基地之一 并于2016年10月在A5主板上市 同时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 不花永道管理咨询合伙人 沈宇峰先生 欢迎沈总 主持人好 倪总好 观众朋友们好 好 那沈宇峰先生 今天对于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 你最关心的点 你最好奇的点是什么 我非常关心的这个点 其实主要在两个方向上 一个方向就是 我知道孟百合是咱们在国内产品出海当中的 一个非常靠前的一个领军企业 想听一听您在国内企业海外扩张的 出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新的体会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国内市场 可能下一阶段 就是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和策略 那我们来先聊一聊 你总的创业的故事 我常常觉得一个好的创业 是往往就有一颗不安分的灵魂 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大学毕业之后 当时是在铁道部建厂局的 深圳的这边来工作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生活 但是您却在99年的时候 当时决定要去美国留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这个关于出国这个事 我这个97年大学毕业 我就已经想好了 这个中间其实有很多的变故 应该说99年的那个时候 已经是决定放弃出国的 那样一个想法的时候 我几乎是第一时间就离开了那个公司 我去一个香港公司在深圳的一个办事处 做那个毛绒玩具啊什么的 所以也有了跟国外客户打交道的机会 我又去了一个软件公司 又是非常偶然的机会 我一个老大哥做那个外贸的 我又去他的公司待了一个月 然后后来开始跟同学创业 做了另外一个速控的软件 然后做了软件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做了一个设备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波折 就是五年的时间 我干了五份不同的工作 所以您刚刚说的那个不安分的心 恰恰就是我 我知道您真正其实开始去走上 比较正式的创业的道路 在2003年 对 而且我记得您说过一个词 我印象特别深刻 叫奥迪式的创业 对 四个零 没有资金 没有技术 没有客户 没有资源 我不知道在那样一个情形之下 去创业的你 你觉得最后你能成功 最后你能走出来 是为什么呢 回家创业呢 其实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因为我跟我同学 我们做的那个公司 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歧义 所以我是在2003年4月23号晚上 被我们的几个合伙人 决定把这公司给关了 就是相当于变相地给踢出局了 然后我当天晚上就 一晚上没睡 就想了很多的这个可能的路径 所以一方面是 那个时候你们有一个机器 是做记忆棉切割的对吗 是 比如说乳胶啊 或者是普通的海绵啊 沙发工厂都可以用 然后您又提到了 您买了一个枕头 对 我是在深圳的顺店买了一个枕头 这个枕头就是我们今天的行业老大 泰普尔 这个公司的枕头 那个枕头非常的贵 一个50长30宽 大概10公分高 一个波浪型的一个枕头 那时候卖1100块钱 所以呢 这个枕头让你决定 可能今后这是我的一个 有可能从事的事业的方向 没有 买枕头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个想法 是4月23号那天晚上逼出来的 其实你做一个创业的话 其实是比较容易失败的 但如果你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情 重要的一点是它两个事情是有相关联的 就它完全是上下游 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更容易成功的 所以我第二天早晨8点多给我表哥打了个电话 我们当天就决定把那个设备搬到老家 对 那个机器当时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可以用 所以一切都是在冒险 我知道表哥还投了您10万块钱 就是作为当天汇过来 作为定金把那个基金买回去的10万块钱 他总共投了20万 表哥在你后来的这个事业当中 占了股份吗 我表哥今天仍然是我的第二大股东 现在还有7个点 表哥是作为我的天使投资 到今天股市 我表哥应该赚了2700倍 你没有客户 你没有资源 你怎么去打开你的销路 我在4月23号之前 我跑过一次市场 所以我手上有几个客户的联系方式 但是我没有去主动联系过任何人 在一天当中有两个人同时打电话给我 差15分钟左右 那时候我们的工厂还没搞好 然后传承机那个电话线还没有 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以后 我就背着我的传承机 到隔壁我姐夫的一个小厂里面 去接上她的电话 拿着我们老的资料 给她发过去 当我把这个传承机 骑着自行车再回来 刚到我们那个工厂门口的时候 我又接了个电话 一个是济南的电话 一个是泰安的电话 然后济南这位 就是好朋友创业的 这两位 大概两三天以后就开着车就过来了 就看了我那台 我还需要在办公室里面 把门关上演示 那个噪音的那样一个机器 就是因为噪音很大 呜呜乱叫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那个机器还没有完全好 然后济南这位老大哥提了一个要求 说不可以卖给泰安那家 然后我开价25万 他还了4000块钱 246 这很好的数字 我们喝了就三个人 薄荷茶 一盆煮花生 就这么搞定了 这个生意第一笔订单是这么来的 那个泰安的那个客户 到今天我也没卖给他机器 这说明当时您这个机器是真好 没有不是机器好 是因为那个机器国内还没有 那你另外你要做的产品这条路 你的这个第一步 你的从零到一 好的 你怎么卖出去呢 我先很得意的说一个点 我在创业的时候呢 我的逻辑是两个新的东西 我同时做我应该能成功一个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两个都做得很大 现在呢我们的设备 我们的机器海绵的产品都是世界第一 那么回到那个点 我7月12号 我们的第一台机器已经拉到了济南 在安装机器 那个时候我已经找到人在开发 这个机器棉的产品什么的 我有一次 就是大概7月可能 16 7号的样子 我接了一个电话 说这个产品发出来了 我当时非常激动 但是发这个机器海绵的人呢 他其实不懂 所以他把里面有一个料 用得非常非常非常少 他把那个零扫看了一个 就是那个东西多了以后呢 他会收缩 所以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 很激动 东西很好 半小时以后再打电话给我说傻了 发了四个 像鸟窝一样 这一个东西大概值多少钱呢 大概值5000块钱 对于我们那时候 刚刚起步的一公司来说 是巨大的一笔成本 因为2万块钱 2万块钱就浪费了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 今天日本做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美国很厉害 欧洲很大 但那个时点呢 这个日本市场很好 所以有很多的贸易公司会找到我们 所以我们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做起来的 从代工到创建自主品牌 他如何面对左右互搏 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的时候是牙齿和舌头要打架 起诉供应商 它的底气来自何处 我要说真话 我一定不说假话 哪怕付出代价 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包括我现在还在起诉 我们的4加1的供应商 中国经营者 专访孟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倪章根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做客中国经营者的嘉宾 是孟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倪章根 2003年 倪章根创办孟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海绵异型切割机的生产和记忆棉产品的代工 2008年 他创建自主品牌MVili孟百合 并成立上海孟百合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国内现有200多家门店 并通过和红星梅凯隆 居然之家等家居企业合作 形成了直营加加盟 百货 电商 酒店等多渠道销售网络 那么在这个记忆棉产品这一块 最开始您做的是OEM还是ODM 还是您直接做产品了 那个时候肯定是做OEM 但是我知道在08年的时候 您就正式地注册成立了 孟百合的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开始要做自己的品牌 对 其实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个事情 对我们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在06年07年 那个时候石油的价格 一度到了153美金 对 非常非常贵 因为你原材料贵 你的下游的客户的价格 又不能随时动不动地就涨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点 我们觉得压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如果我们往下游走 我们可能会更有这个弹性 那个时候正好我儿子四岁多 我想让他到上海读书 所以这样一个机缘 就做了这么个事情 我们的自由品牌 最早也是聚焦海外市场 不是 就直接切换到了国内的这个赛道 但是这个切换 应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动作 因为之前 我们完全是站在一个 供应商的角度 但是对于零售 对于渠道破坏 完全不懂 这个切换当时是怎么完成的 这个切换和2003年创业是一样的 就是无知而无畏 所以我们这个公司 从08年到11年底 做得非常的差 因为我当时找了一个总经理 其实他不懂经营 很遗憾的是 我找了第二任总经理 还是不行 我们找了第三任总经理 我会发现他跟后台之间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引入了第四任总经理 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们有了非常大的上升 所以说到底 经营更多的是人 所以这是非常痛的领悟 但是我看到的资料 或者数据显示 其实您在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在整个海外的市场 包括您的营收 对吧 品牌已经深度走向海外 其实海外打品牌 又是无知而无畏 为什么呢 因为你海外打品牌 比如说您现在在买我的产品 比如说你的品牌 在卖给这个客人 突然间我弄了个自己的品牌 因为我迟到有一天 我要去碰到这个客人 所以其实我跟你之间 是有冲突的 是 就是indirect 但就是未来还是有冲突的 但是我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无论如何 我都必须要有自己品牌 因为 当然了 我那时候想法还比较简单 比如说市场上有十个客户 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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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碰不就好了吗 我尽量地做 你们没做的客人 这个其实逻辑上是可以的 这个说白了 就是一个左手跟右手打架 对 很敏感的一个事情 是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有的时候是牙齿和舌头要打架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一点 当我的自由品牌 越来越强的时候 这部分OEM的客人 恰恰更不可能离开我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离开我的话 我可能会立即去供他的客人 因为我有竞争力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 过往很多案例当中看到的 国内的代工企业 逐步逐步地去反向收购 境外品牌和渠道的一个 可能最后一个阶段的 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是的 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有一个客人 是以前我的大客户 但是因为在131415年的原材料跌 他一直要找更便宜的价格的 我们失去了这个客户 那么现在呢 我们自由品牌 进了他的核心客户的 那个名录里面 他就很紧张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能不能不碰我这一块 那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你131415年的时候 那时候对我的打击 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坐了 我这个车已经开始走起来 你让我怎么停 这就是所谓的民族自尊 我们公司有一句话叫 员工的合理的人性需求 高于企业利益 很长啊 下一句话是 公司的自尊 高于客户利益 就是我合理的东西 如果你伤害我的话 其实我可能会反击的 您觉得品牌出凯这块 您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其实它是几个能力的叠加 比如说你产品很好 对吧 你的沟通能力很强 包括你的自尊心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是分力 利益的分配 利益分配 我认为其实这个市场足够大 我经常跟我们国内的同行讲 我们没有必要老是去价格竞争 我觉得我们把客户服务好 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利润 我预言中国可能在 五到十年之内一定 就是Made in China 是质量的代名词的一个信心 像华为 格力 小米 其实这种竞争最终 一定是以产品品质 是好为载体的 为基础的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也好 我的这个利润的分成的机制也好 我的企业文化也好 往往都是更多的体验在B2B的阶段 对 你是怎么搞定海外的C的 我们很好奇 其实我觉得也蛮简单的 就是利用资源 比如说零售商 对吧 我们跟他们合作 我们利用它的平台去Made C 先通过产品的品质和渠道的力量 产生销售 当你的consumer base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去做品牌 为了更好地打开国际市场 2016年 M.Lily孟百合正式成为 曼联首家官方床店和枕头合作伙伴 品牌已触达美国 加拿大 澳洲 中东 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到2018年 孟百合财报显示 孟百合全年营收30.5亿元 其中对国外市场的出口 占比83.02% 那么对于这个床店的选择上 您觉得国外的消费者 和我们国内的消费者 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这是个伤心的话题 伤心的话题 为什么会伤心呢 我们的产品呢 从美国的爆发 到欧洲 日本 澳大利亚 整个全球的扩张 从当年买的那个枕头 那种感觉 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感觉 其实我一路走来 我是通道里非常清晰的 但是一个有支撑的 有舒适度的 一个睡眠的 这个床店的这种感觉 就是作为我这样的一个 出货量这么大的企业的 长多人的话 其实我是深信不疑的 但是在我08年到国内来 做这个国内的这个 这个市场拓展的时候 我经常遇到的质疑就是 医生说了 腰椎健康不好 这个小孩 老人都应该睡硬床 这种质疑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铺天盖地的这种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最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的销售 一般来说都会让消费者 躺一下 我希望通过你的感受 然后去感觉到这个产品好 然后去做你的消费决策 同时呢 我们在中国的 整个的酒店行业里边 从最开始的免费 到现在我们已经是 当之无愧的酒店 最大的这个供应商了 就是我们做了个什么事情 我们在你原来硬的床垫上面 加一个薄的床垫 还是让你的背告诉你 就当你出差的过程当中 你睡了一个 跟你家里的原来的硬床不一样 但是通过一晚上的体验 你觉得特别舒服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产生购买 你看走的都是曲线救国的路 今天美国40%的市场占有率 这个欧洲25%的市场占有率 中国今天不到5% 我相信未来到20% 30% 它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上海公司一直讲 我宁可把公司关了 我也不会做一张硬床垫 那我好奇您的这个任性 在最开始的时候 让您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我到今天为止 我亏了三个多亿 就是因为您的这个坚持 对 我的内销公司 我其实是拿着国外赚的钱 在养这个品牌 所以我在大概七八年前 我曾经说 我要做皇帝新装里边的 那个小孩 你要说真话 我要说真话 我一定不说假话 哪怕付出代价 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我认为 这个现在都在讲 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 我是17年3月份 去湖畔读书的 马云马校长 对我最大的影响 一定不是商业的高度 一定不是他赚多少钱 这个或者他周围的 那么多的这个大IP 对我的这种冲击 最大的是他 对于使命愿景价值观的 那种坚持和重视 就是我觉得他非常的幸福 他在那个点认识了金庸 他拿着金庸的 那个武侠文化里边的 那种江湖义气 去做了这么个事 其实我也是非常有侠义的 这种感觉的 我做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事 包括我现在还在起诉 我们的4加1的供应商 4个TDI的供应商 一个MDI的供应商 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过去的几年 你想想看 16年的10月8号那一天 这个原材料从2万多块钱 涨到了5万多 那你不担心吗 我不担心 因为第一个 我的体量足够大 第二个呢 其实这个料 如果是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话 我不跟它买 也有别人跟它买来卖给我 而且我做了这个事以后 其实大家都是很佩服我的 我认为这个行业 需要有人发声 所以我去湖湾三个人的时候 我就特别高兴 因为我觉得我跟马校长 是一样的情怀 孟百合的全球花之路 有着怎样的战略布局 我在欧洲有个桥头堡 我可以去辐射欧洲市场 科技与床垫结合 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所以我们开发了这个产品以后呢 其实我们就一夜之间就爆发了 中国经营者 专访孟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倪章根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作客 中国经营者的嘉宾是 孟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倪章根 2011年 孟百合登陆美国市场 开启全球化布局 产品已遍及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 并在塞尔维亚 西班牙 泰国 美国等地设立工厂 我记得是在2015年 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境外的生产基地 塞尔维亚的欧洲工厂 是正式投入运营 为什么当时会把工厂设在塞尔维亚 这里面有很美好的故事 我04年10月27号 遇到了一个丹麦的客户 一样还是管教会 然后他跟我讲 这个斯加尔纳维亚地区 怎么怎么怎么这样 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口头的约定 在那个区域我不跟别人合作 只跟他合作 但是这哥们生了两年的病 差点人就没了 所以那两年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因为我在管教会经常遇到 瑞典 挪威 丹麦的客人 所以我要去抵抗这种诱惑 同时我要去平衡 你这个家伙 一毛钱铃铛都不用 没给我带过来 其实这种状态是很痛苦的 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 06年底 07年初 他开始跟当地最大的家具卖场 在当地比一家还大 叫JSK 其实上海也有叫居士家 开始合作 然后到了07 08年 我回到我刚刚说的 那个原料很贵的时候 我们设计了一款新产品 成本降了30% 所以一下子就突破了 量就一下上来了 我们现在大概跟着客户 一年做4000万美金 所以一切都回来了 那么他有个很好的兄弟 妈妈是大麦参战 所以呢 他告诉了他一个消息 说这个塞尔培亚投资的机会 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 我想到的就是 我在欧洲有个桥头堡 我可以去辐射欧洲市场 当然我们过去的这个半年当中 我们在泰国建了工厂 在美国建了工厂 我们现在在西班牙也有一个工厂 因为我们收购了一个公司 想到这儿 我想送给经营者一句话 就是如果我们的赚钱 我们的生意 是可以放在情怀之后 作为第二位的话 我觉得这个过程会让我们更享受 同时赚钱可能也是必然的 赚钱作为副产品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种赚钱是 才跟持久 最爽的一种状态 我有个特别大的好奇 因为您叫孟百合 家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有科技这两个字 对 它的科技主要体现在哪里 我们的产品 比如说沈老师睡的这个床 我估计你冬天会变得比较硬 对吧 这是我们的行业的老大哥 他的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缺点 这个产品呢 他有一个专业的词 叫玻璃化温度 玻璃化温度呢 就是温度降到14度左右的时候 它开始变硬 到5度的时候呢 它会变得很硬 到临下的时候 它会变得跟这个差不多 对 所以呢 你消费者睡的时候呢 比如说上海这种地方 是没有暖气的 所以你躺上去的 那一瞬间它是很硬的 所以你要用自己的体温 把它污软了 然后给你带来一个好的睡眠 像这个汽车冬天要 这个先热了车一样 这个床天也得热一热 类似的 热了床 是是是 那么从08年开始 我就在开始做 一个冬天不变硬 也就是让消费者 不要去暖床这样一个动作 就有一个好的睡眠 所以我们开发了这个产品以后呢 其实我们就一夜之间就爆发了 我们最后也请 沈宇峰先生来 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 做一个总结好吗 好 咱们木百合有 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 和这样的一个行业地位 它既有一些外部的 环境的一些影响成分在里面 但是呢 也有很多的内因 从自身的角度上来讲 其实我觉得 还是您的这个企业家精神 第一点 我们讲胆量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速度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专注 那最后一个就是格局 所以我其实也一个 非常美好的祝愿 咱们可能过往 是今年的这个创业精力 是一个墙外开花 墙内向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期待说 能够尽早到 进入到墙内开花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谢谢您 好 再一次感谢两位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本期的 中国经营者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